继续搭配这条裤子给大家看 搭配了颜色一点的扣款 这个都是斯文一点的款式为主 但它都是属于一篇简约 易搭,易搭的一个项目 它是颜色为主的 我穿着这个分衣草紫色 这个是黄色来的 这个是比较清新一点 但它的颜色也是很柔和的 因为和我现在这个都是以一个 soft一点,霧面一点的色彤为主 淡色一点的感觉没去到霧面的 淡色一点的色彤为主 比较soft,柔和一点的 我穿着这个是紫色,这个是黄色 大家的手袖颜色是跟分三身的颜色 它做了拼布的效果 三身这个就是一个滑身的滑滑料 它是麻眠的质地,但也是软身的 是滑身的手感来的 另外手袖的就是衣衫布料 配衬了刺繡的图案 它是淡色一点的 始终都是两种不同的布质 是做淡色一点 但它尽量都是跟三身的颜色去安排的 手袖就配衬了玫瑰花的刺繡造工 拼了边 其实整件衣服 这个就是它的focus位置 我另外看到的除了它那个手袖的highlight之外 我看到它那个手袖的形态是比较突出一点的 我想它特意想展示到 令到它手袖的位置可以保持一点点 所以它就选了押衫布 它令到它的线条感就会强烈一点 其实你都看到三身都挺dry的 是的,三身都挺dry的 所以在手袖的部分 如果它都选了一个软身的布 或者太drop的布 就不会太令到款式有突出 或者有highlight位 这个是出衫布料 而且它会选用布量都是比较多一点的 它在薄围的位置钉了 打了杂口 令到它的型会hold得好一点 正如我刚才说 它想令到衣服也有highlight位 是的,小小的一个点绝 它是斯文的款式来的 你看到都是平纯smooth的 是滑身的质地 意大利的质地 是的 这个是有扭的 我记得有后领扭位的 是的,我现在这个分枝草紫色 一会我会换成黄色的 在配衬方面 除了一个很斯文的穿搭之外 一个夏日感的穿搭 都是我想有show给大家看的 我拍摄的时候有这样配衬出来的 我觉得无论是黄色 或者我现在这个淡的紫色 都是很好可以配衬在这两种风格上的 牛仔裤类 或者这个的度假风类 都是很适合的一个 陪搭或者一个朋友 是很适合配衬的一个朋友来的 好,那我先换一个黄色 嗯,我这样换给大家看 我应该会照样换一个黄色 是黄色的东西 黄色就有点点头,紫色就不透 这个真的很漂亮 很精神的颜色,其实芬衣草籽也很漂亮 柔软一点的颜色,我照顾这个褲 拼这个给大家看,我想展示两种 裙是比较容易拼的 这样配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顾褲或者这个裙款都是适合的 照顺这个鞋都已经可以了 那手袖的部分 甲圈都是正常的发挥 这个是V帘款,这个黄色有点点头 紫色就不透,一个很精神的 虽然好像很夸的黄色,但它真实比较淡色很多 你预算是蛋黄胀左右的颜色 对了,很柔软,很精神的一个黄色 它玫瑰花的图案配襯这种颜色通 就更加适合春夏天的穿搭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